最近这几年 在我们穆斯林圈子里面 特别是回族积极的地方 出现了有一帮人叫做回宣 就是特别面对 针对回族宣传基督教的 其实以往他们也都在做 都在宣传他们的宗教 我们也在宣传我们的 但是他们用了一种 很卑鄙的手段跟方法 就是好像我们说 披着羊 披着狼 走入羊群 他打扮成像你像我一样 戴着白帽 戴着盖头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能还会跟他说一个Slam 但是你一坐下来 他就找不怎么懂教门的人 他跟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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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什么呢 最后是讲 叫你信基督教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可能你身边坐的肯定就有这样子的人 不过我们欢迎他们 光明真大的 我们来分享 耶稣基督 下来一千四百多年前 启示给我们圣人 Muhammah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只是信 Qur'an 我们也要相信 阿华在这之前 所派来的圣人 跟所启示给他们的经典 那么包括 Dawak Injil Azabu 在信主独一的方面 我们跟随 Esa alayhi wa sallam 我们看一下 圣经里面是怎么谈到 Esa alayhi wa sallam 他信独一的真主 所以以色列 你要听 耶和华 耶和华 这个就是 Allah 的另外一个名称 我们知道 Allah有多少个名称啊 99是在一段情绪里面 除了这99个 可能还有很多 对不对 阿ودعوا الله 阿ودعوا رحمان اينما كان وله الاسما وله اسنا 那么在不同的语言里面 有不同的名称 这不奇怪 这不出奇 因为阿ود有很多的 罪名给美名 那么耶和华 或者是亚伪 有些亚伪 就像我们中文称的真主 阿ود 人是主 人是主 有很多名称 其中有一个是耶和华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力爱耶和华 你的神 那这个是在生命纪 就是他们的一个圣经里面 然后还有马可福音 伊萨阿雷希撒纳 亲口告诉他的追随者的一段经文 伊萨阿雷希撒纳 告诉他们 你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 没有说你们要尽心尽力爱我们 耶稣 而且之前 前面 因为这是两节经文 这里一节 前面那一节 你要听耶和华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这圣经哦 现在讲的不是古兰经 是圣经 是伊萨阿雷希撒纳 耶稣告诉他们 教导他们 跟耶稣是这样子相信的 所以 当时的一个文士 就是比较有学问的 对那个旧约圣经 我们知道伊萨阿雷希撒纳 他是来呈现 穆萨阿雷希撒纳 的那些 启示 跟使命 所以当时的文士说 夫子 你说的实在不错 神 只有一位 除他外 没有别的神 拉伊拉哈 伊拉乎 大家注意这里是 圣经的语言 跟古兰里面的 拉伊拉哈 伊拉乎 完全是一样的 然后再来 约翰福音的 十七章三节 也是个说 认识你的独一 主 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 你所差来的耶稣 基督 这才是永生 你要认识 耶稣 我父亲那里 你往我的弟兄那里去 你去告诉 那些 所谓 当时我的门徒那些 你去告诉他们 我要上去见 我的父亲 也就是你们的父亲 去见 我的 身体 要教室里面的 身体 我们的上帝 也是去见 你们的父亲 所以我们要 告诉你们 基督徒 如果你们 跟随耶稣的话 跟随耶稣 信主独一 你们要跟随耶稣 信主独一 不是信三个主 不是信三位音神 在325年 才定出来的 那个标准 这样子的话 你们就违反了 伊萨 违反了你们 所称为的 耶稣基督的 那个教堂 再来 伊萨 阿赖 耶稣基督 他不仅仅是信主独一 他还有 只求真主 但是对基督徒来讲 他们是不大可思议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所求的对象 就是耶稣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 耶稣求谁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也是圣经里面的 那你应当一无所谷 只要的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跟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那么我们在 基督徒他们分不清楚 我们穆斯林里面讲的 祈求阿跟沙拉 礼拜跟沙拉 礼拜跟沙拉 他们分不清楚 他讲祈祷要好 祷告也好 他搞不清楚 他是在做什么的 多数人可能就是讲 沙拉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说 你凡事要借着祷告 祈求 祷告就是沙拉 祈求不是沙拉 我们再看一下 伊萨阿拉 他是怎么祈祷的 他是怎么读阿的 相信读阿 又或者他有 有没有礼拜 这里讲说 那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于礼拜 这跟 Quran里面 讲的完全一样 所以当时耶稣 伊萨阿拉 也都教过那些人们 怎样去向这个神祷告 那么我们当诚信 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 举手祷告 连他们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穆斯林做读阿 跟以前的那些安比亚 圣人们他们做的读阿的方式 都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不一定说 百分之百的完全一样 但是大致上 我们从经文上都还可以看得到 很多人不仅仅是对象 甚至连形式跟方式 给费也都几乎都是一样的 那这里就是 Quran里面讲的 你们要祈祷我 我就应答你们 不肯崇拜了而而 你们将卑贱的入活用 这是 Quran里面 因为我们要让基督徒看一看 Quran里面讲的 跟圣经里面讲的 就是一样的地方的东西 那么 Quran仅仅是来 这个确定 然后你在祷告如爱也好 或者做什么也好 是奉真主之名 我们说Bismillah 那么昨天 我们那个马宝珍老师也讲过 奉真主之名 那么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所讲的 到那个时候 凡求告耶和华名 就是阿华的名 你看这里面有耶稣这个字 没有耶稣基督这个字 没有耶稣基督名 凡求告耶和华名的 就必得救 因为你求阿华 阿华一定救你 一定拯救你 那么这是 Quran里面讲的 你们可以称他为真主阿华 也可以称他为人之主阿华 因为他有许多极优美的名号 你们无论用什么名号称呼他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叫我们祈求是 阿华 所以我们在 穆斯林这段 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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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阿华 开始 或者是求阿华 但是今天的基督徒 今天的基督徒 又或者是由公元325年开始的那个基督徒 他们已经不是在奉真主的名 而是奉什么的名 奉耶稣基督之名 求 奉耶稣基督之名 所以呢 求真主方面 或者是以正主的名义 去求方面 他们已经远离了 耶稣 阿华 阿华 的这个 顺难 跟教导 他们自己也创临了一个 法案 是求耶稣了